记者魏锦云桃园报道,位在桃园市桃园区的赵生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赵生公司设有赵生会馆及生源餐厅日前营英财务周转布林在门口张贴因工业银行强制执行,暂时无法提供服务公告后无预警听业。 桃园市政府法务局消保官邱玉霞表示,目前已接过30件相关消费申诉,包含有准轻人一级赴婚宴定金,却因业者停业口面临婚宴泡汤而气得跳脚,其中又已消费者买了餐券还没用完,导致礼券变废纸的消费申诉为最大宗。 消保官提醒民众如以用信用卡刷卡付款去未获得服务,应尽速被妥相关证明文件,向发卡银行提出争议账款扣款申请,维护权益。 邱玉霞指出,赵生公司日前在多个旅展中被发现销售无履业的保证礼券,随即请赵生公司提供以销售礼券数量、金额及处理方案等,但该公司却迟迟未一线提出,因此于2月1日以赵生公司规避妨碍调查。 因消费者保护法第57条规定采取3万元罚环,所设限未造文书则已请市府警察局调查。 邱玉霞表示,有消费者投诉日前于前网照生公司消费,却发现该公司已停业,法务局获悉随即于16日前网照生公司了解。 发现现场无营业,且门口张贴因工业银行强制执行,暂时无法提供服务之公告,并于22日及27日再次。 派员前网了解,27日发现债权人及法院在现场强制执行赵生公司财产,债权人正在搬运建生器材,且现场无电也无水。 邱玉霞提醒,照生公司无预警听业,以信用卡付款购买照生公司商品或服务者,若有商品或服务为或提供情形,请谨速备妥相关证明文件,签账单,发票,购买证明,收据,实用记录,会员卡等,向发卡银行提出争议账款扣款申请。 以现金付款者可要求赵生公司退款,1.10是诉讼程序维护权益,若有消费问题可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